巴黎万神殿里面的这个蛋摆 自1851年被发明出来之后呢 就一直在这儿不停地摆动了 它叫做复刻板 由法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莱昂·复刻发明 目的是证明地球正在绕其自身的轴旋转 那么两个问题啊 磁板是怎么证明地球自转的 它又是怎么做到克服阻力永久摆动的呢 先来看第一个啊 莱昂·复刻的这个发明呢 其实简单而有巧妙 它用一根长线将一个沉重的球形物体悬挂起来 使其在一个固定的平面内摆动 然后它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摆动的平面似乎在缓慢的旋转 经过了大约32个小时 它就会在巴黎的纬度下完成一圈旋转 哎 为什么它会旋转呢 其实啊 这并不是因为蛋白本身在旋转 而是因为地球在其下面旋转了 蛋白表现得像一个陀螺仪 于是就能在地球围绕它转动的同时 保持其在空间中的固定方向 使其相对于地球 旋转了起来 那么现在啊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空气阻力对其不起作用 都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 还杀不住它呢 好 那是因为空气阻力的大小呢 是取决于物体的形状 大小 速度和密度等等因素的 你看复刻采用的这个金属球 又小又重嘛 直径只有28厘米 却重大28公斤 因此就有了较高的动量和惯性了 再加上其摆动的速度呢 也相对较低 最大也不会超过两米每秒 因此空气阻力就对它没有显著的影响了 但是没有显著的影响 不等于没有影响啊 它还是应该停下来才对嘛 答对了啊 其实一开始的复刻板呢 在摆动一个多小时之后就停了下来了 证明地球自转是没有问题了 但咱还是要做出来让人参观啊 所以它不能停啊 于是复刻在它的摆上添加了一个巧妙的机制啊 在摆的底部埋上一个电磁线圈 每当千球通过摆动中心时 它就会给千球一个小小的推力 通过这种方式复刻让它的球抵消了由于空气阻力所导致的能量损失 从而是单摆能够无限期的摆动下去了 如果太空电梯建好了 你最怕啥 我最怕它发生意外坠落了 或者一飞冲天再也回不来了 因为我以前也是讲过的 哪怕普通电梯坠落靠跳一跳保命都是个伪命题 更何况还是个太空电梯呢 好在咱们现在电梯的动力方式呢 那是相当安全啊 更有一些直接就从源头上斩断了下坠或者是冲顶的风险 所以刚才那个担心还真的是起人忧天了 不过既然都说到这儿了 那咱们再来延伸一下 现在已经非常成熟的电梯驱动方式 它可以直接移植到太空电梯上去吗 我研究了一下发现十分有趣 先来说说液压驱动式的 它依靠的是液体难以压缩的特点 将作用力给传递出去 并通过改变压强来增强力量 可以说是肌肉型的选手了 看看工地上的挖掘机就知道液压驱动有多能扛了 所以装上它的太空电梯嘛 一定能干纵活 这是优点 可是另一面是掩盖不了的缺点了 一个是液压油的密度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这一路上升一路温度都在变化 难不成要跟着一路去换油吗 不现实吗 二是它漏油的风险也不小 密封圈这样的零件还特别容易老化 换油保养一次都是天文数字 虽然我确实是要上天的 但是这个后期维护的性价比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还是把它留给地面上那些需要超重载的电梯用 比较合适啊 那就再来说说螺杆驱动的 简单讲呢 它就是通过把一个巨大的螺丝装在电梯的底下 随着螺丝的旋转顶着电梯上升和下降的 所以说在国标限制内非常安全 不过从地球到太空的距离 螺杆的长度要十万八千里 先不说照不照的出来这么长的螺杆 它会不会变形 就说这么长的距离 螺母的旋转估计还等不到升到太空 它就全磨霉了 再看国标上有著名的 它的提升速度呢 不能大于0.15米每秒 谁能够帮我算算 这里要花我多少时间才能够问鼎苍穹啊 另外它连个轿箱都没有 我难道就得这么一路喝着西北风上去吗 不是个好主意啊 我看还是把它留给在富士结构的月城住宅里面用 比较好吧 剩下还有两种方式啊 那都是钢丝绳牵引的了 区别只在一个是装着配重的对重式 另外一个是不加配重的强制式 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先看有配重的啊 它为什么要加配重呢 很简单啊 因为这样它就可以使用主机驱动轮来产生摩擦力 便能够打破配重块与轿箱之间的重量差了 既解决了速度效率问题 也省下了能源 所以你看楼层越高呢 采用它的就越多 考虑到太空电梯更高 只不用它就很合适了 等等啊 还是要加上不过的 它有个天然的风险 那就是惯性啊 当夜影轮和钢丝绳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时 就会产生惯性 而惯性带来了冲顶和蹲底的风险 所以就必须要给它留出足够的顶部和底部空间 来放置缓冲装置 上头还好是无垠的宇宙 但下头呢 得要绝对多少尺才能够为中端速度达到200公里的轿箱 做好缓冲呢 这个工程量放到高层建筑里面还算可以 这儿嘛 就有点大了 所以最后那强制驱动是如何呢 由于它的上下都是主机直接通过牵引绳 作用在胶枪上完成的 所以安全性上是没得受的啊 只要牵引绳的强度够高 不会被拉断的话 它是不可能发生冲顶和蹲底的风险的 所以就不用给它挖机坑留天顶 在结构和安装上呢 简单很多了 故障点也更少了 只是 国标告诉我们 在人时 主机上的牵引绳呢 只能绕一圈 而且这种钢丝绳的直径呢 还必须要出过8毫米 所以这高达数百公里的电梯 得要配上个多大的主机才行啊 看起来太空电梯呢 依然是想不了这个县城的福啊 倒是别墅可以在旁边偷着乐了啊 它楼层不高 没有牵引身太长的烦恼 也不用为了安全保险挖机坑 挑房顶大高基建 因为强制牵引就是它的保险嘛 同时还跟复杂的结构 与臃肿的零件说了拜拜 怎么看怎么都是别墅电梯的更优解嘛 哎呀 说了这么多 别墅高层富士车库 我都为他们找到了电梯 可这太空电梯的问题还是个问题啊 所以你们有更好的想法吗 1963年的夏天 地球看起来呢 很可能像是另外一个土星 因为啊 它突然之间就多了一道光环 为什么 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故事啊 非常离奇 也非常耸人听闻 但它还就是真真切切的发生过 把整个世界都吓得不轻啊 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60年前 上个世纪50年代 美苏正处于狂热的冷战当中 彼此的被害妄想症呢 都有不断升级的迹象了啊 其中就比如 他们一定会先日原子弹来炸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照得比他们更多才行啊 他们一定会先占领太空 然后想在上面干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进军太空的速度一定要比它更快啊 还有啊 他们一定已经有了一个邪恶的计划 要破坏我的通信网络 所以我就必须要设计出一个 它肯定破坏不了的通信方式出来 等等这些 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在解决第三个问题了 通信 那个时候还没有通信汇信 所以远距离的通信呢 主要依靠两种方式 一种是电缆 比如电话电缆和电报电缆 它们跟今天的光缆一样 在跨越周际的时候呢 也是被埋到海底的 显然苏联想要破坏它呢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邪恶计划 一把剪刀和一个潜水面罩就足够了 挑容易的位置下手嘛 海底并不总是无懈可击的 另一种通信手段呢 就是无线电了 由于地球表面是弯曲的 所以实际上你瞄准某个方向射出去的无线电呢 它最终跑到天上去了 不过意外收获来了 人们发现 大气层中的电离层呢 是可以反射无线电的 于是远程传输无线电 就可以这样来操作啊 像打乒乓球一样 让它在地表和电离层之间呢 不断的弹来弹去 并越弹越远了嘛 最终就能够达到目的地了 说实话 这种方式 哪怕是当时强大的苏联 靠人为的干扰和拦截 都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美国人能够安心了吗 也不行啊 因为苏联人导不了乱 太阳却来捣乱了 电离层反射无线电波的效果呢 是由太阳风暴来支配的 这更是一个望尘莫及的不可控因素了 手上这两张牌都是小牌 美国它能不着急吗 就在这个时候呢 一位MIT林肯实验室的研究员 站了出来 小声的说道 或许我有一个办法 词名叫沃尔特·莫罗 1951年加入林肯实验室 期间担任了很多重要项目的 研究和开发工作 在官网的介绍页面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后来还在1977年至1998年期间 担任了该实验室的主任 可见是个重量级的人物啊 当然 他在1958年提出的那个建议呢 也是重量级的重约20公斤 20公斤开什么玩笑 不是在开玩笑啊 那20公斤呢 可是有大约5亿根这样的 比头发丝还要系的铜丝组成的 而且还是分布在 从地球表面往上走 3500公里才能够到达的轨道上面的 这个疯狂的计划 叫做西福特计划 理论依据是 用这些环绕地球的系铜丝组成一个永久的 不受太阳干扰的 苏联人也够不到的 无线电反射器 让美国人享有真正的环球通信 自由 够不够伟大 够不够给力啊 美国军方简直是爱死没罗了 于是马上就拨款 要求其加快进度 把想法变成实践 消息一传出啊 整个世界的科学界都不淡定了 尤其是天文学家们啊 虽然那会儿大家还没有太空垃圾的意识 但总归觉得 这样做太过分了吧 大家对西福特计划的谴责和声讨呢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啊 首先第一个是科学家们认为 这些数量中多的同时呢 会直接干扰光学和射电天文学的观测 第二这样做 无疑于美国向全世界宣布 哎你们看整个天空都是我的呀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哎你拿我怎么着 第三这样的研究呢 完全就出处于军事目的 也全由军方控制 科学界根本就得不到公开 透明严格的平易权 也就无法保证 它在科学上的严谨性 等于完全就是把外层空间的命运 交给了一帮军人想想就害怕啊 所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呢 就正式表示反对这个项目 哎美国国家科学院呢 也成立了专门的监督委员会 逼得肯尼迪总统不得不做出让步啊 承诺说我们保证将这些同事放置在较低的轨道上 大家别担心了啊 他们两年内就会重新进入大气 烧得连个咋咋都不剩了 你们的天文观测完全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啊 我们美国是开放的 是公正的 是能够接受大家的批评和监督的 宇宙空间永远属于怎么全人类啊 哎我们只不过有义务为全人类谋福利嘛 所以这番话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哎但美国就是美国啊 你反对我就真不干了吗 哎那不是我的行事作风啊 造作 1961年的10月21日 第一批搭载着同事的分布系统被送入了太空 哎但是在一天之后呢 他没有人顺利展开 后面就失联了 命运至今都还是个谜 科学家们看到美国政府完全就不听劝 便纷纷开始了新一轮的谴责 说你这次在披着体面的外衣干不是人的勾当啊 跟犯罪有什么区别啊 哎美国政府反而是越骂越勇 第二次发射居然还成功了 1963年的5月9日 终于5亿根系统丝被撒到了天上 他们每根长1.8厘米出0.02毫米 以每天1600公里的速度 快速的在3500公里高的轨道上 分布成一条宽约8公里 厚约40公里的金属光环 穿行期间 你会在每立方公里的区域里面呢 收集到大约15根系统丝 那么他们真的有效吗 哎一开始啊是有的 因为1.8厘米的长度呢 正好是从地球发射的8G赫兹无线电信号波长的一半 所以理论上啊 他们每一个都是很有效的偶级天线 而一开始的实验呢 也的确是宣布成功了 哎 这些同事很好的在加州与马萨诸塞兽之间呢 充当了通信中纪的角色 但随着同事不受控制的进一部分散 他们的传输能力大大下降 根本就失去作用了嘛 也幸好是这样啊 美国政府才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要知道他们原本还有好几颗这样的散布器在等着要上天呢 所以我们该松口气了吗 毕竟那么多年过去了 这些系同事早就该毁飞湮灭了吧 可情况真没有那么乐观啊 2001年欧洲航空局发表了一份报告 分析了其中两团西福特计划 遗留同事处的情况 听好了 只是其中两个还处拥成团了 报告中说 由于裹住同事 一到真空中就该蒸发的本凝胶 不一定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所以有一些同事呢 实际上是聚集在了一起 把自己裹成了更大的一团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罪物大气烧掉嘛 而是继续停留在了轨道上 至今呢都还能够追踪到他们的心中 确凿无疑的加入了太空垃圾的行列 虽然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但却也是最诡异的一部分了 希望这样的诡异和疯狂不再上演啊 好了 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是火箭书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